欢迎来到营养师爱挑食 我是婉萍营养师 冬天到了就好想喝一碗甜汤 甜汤热热甜甜的超级温暖又幸福 但你知道一碗甜汤热量 几乎要五百块 就等于一个便当 今天婉萍营养师就要来分享 如何喝甜汤不怕胖 那我们今天就把甜汤 分成就是汤底还有配料来聊 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推荐还有不推荐 先从汤底来聊 那我们的汤底都用350cc来做计算 那每一家店家有大碗小碗 大家自己抓一下份量 那我们先从不推荐的甜汤 1就是花生汤 花生汤一碗大概450大卡 小编请问一下 你知道那个花生是属于哪一类呢? 一颗一颗就是豆类啊 不是 是花生是属于坚果种子 是属于油脂类 所以那一颗一颗都是油 那像我这样子随便一捞 因为这里头有糖加花生 那如果满满的都是花生 一汤匙的话就有150大卡 所以花生的整体加上糖以后 热量就逼近450大卡 就是一个便当 没有加任何东西只有花生汤而已 就是花生就是花生汤而已 不加料的时候就有450大卡 好那再接下来不推荐甜汤 2就是红豆紫米粥 或者是红豆汤 那为什么呢? 因为红豆紫米粥 这样子一碗390大卡 它里头全部都是淀粉类 那红豆汤的话 热量少一点点大概350大卡 豆类它就是什么? 它不是黄豆 它是红豆 红豆一样都是淀粉类 那一碗的红豆汤 大概就有1又4分之1碗 饭的淀粉量 那红豆紫米就等于1.5碗 因为紫米也是淀粉类 所以这一类的 就是比较不适合糖友 或是在执行低糖饮食 减重的朋友吃 因为这里头吃完 几乎就是把你一整天的糖类 都吃光光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吃红豆汤 我会建议一天至少有两餐的淀粉 都不要吃 副推荐甜汤3 甜酒酿汤 这一碗甜酒酿 有204大卡里头9成都是葡萄糖 分子小吸收快 肥胖和糖尿病的朋友就要注意了 不要吃太多 甜酒酿还是有它的好处 很多人都是容易手脚冰冷 有没有 这个时候好喝甜酒酿汤的时候 可以帮助我们活血 还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血液末梢循环 所以像有些女生 不是会容易惊痛不舒服的时候 也会建议大家 这个时候可以来一个甜酒酿汤 帮助我们活血 对女生非常的好 这三个算是比较不推荐的甜汤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执行低糖饮食的人 我还是会推荐喝花生糖 花生是油脂 所以还是好的油 非常适合 但是你可以不要把糖喝完 你就可以安心的喝甜汤 推荐甜汤一 不加料的烧仙草 这一碗热量150大卡 烧仙草就是用这个仙草 经过熬猪以后变成烧仙草 但是他一定一定要怎么样加上一些淀粉 例如像是加马铃薯淀粉 那他也要加一些碱性的化学物质 例如像碳酸钠 他才可以帮他怎么样结合变成所谓的烧仙草 那他在加的时候 往往其实也会把糖加进去 所以像我这样子单买他来喝 他其实都有甜味 所以他的这一碗的热量 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的清爽和安心 小心就是再加上配料 热量一样会爆表 推荐甜汤二 不加料的豆花 这一碗豆花150大卡 在甜汤里头豆花是最特别的食物 为什么呢 因为豆花是黄豆做的 所以它是什么类 蛋白质 终于三天里头答对一听 那在甜汤里头的确是比较健康的点心 那担心热量摄取太高的时候 我们可以点豆花 叫老板那个糖水帮我们加少一点 推荐甜汤三姜汤 这一碗的姜汤 热量70大卡 是营养师最推荐的 不只热量低 而且它还有满满的姜素 姜素可以预寒 可以改善我们的手脚冰冷 甚至有些人不是吃甜汤都会胃不舒服吗 那这样对于胃不舒服的人 胃食到腻流的人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底 那在选料的时候 你就可以再多选一点 热量不容易破表 非常的安心 聊完汤底以后呢 当然就要来加料啦 可是刚才那个汤底要不推荐的 就建议大家不要再加料了 那我们可以选择刚才推荐的烧鲜草和豆花来加料 那红灯区配料一 就是汤圆类 你爱不爱吃汤圆啊 我最喜欢芝麻汤圆 真的吼 来我们看这一颗汤圆70大卡 这三颗有四分之三碗饭 小汤圆呢 这一大勺就是 电商挖给你这一大勺 那我40个热量就360大卡 如果说像我们喜欢吃包馅的 这个花生芝麻汤圆 内馅里头不管是芝麻花生 好处就是有什么就是有膳食纤维 而且还有这个油脂能补充我们身体需要 但是就比较不建议大家再另外加上一些红豆汤花生汤 因为这样子会甜上加甜 热量加上热量 那我们可以搭配像是桂圆红枣 姜汁的汤底 热量第一会更适合 红灯区配料二 加工淀粉类 像是这个泼霸珍珠 还有芬桂 还有芋圆地瓜圆 这一大汤勺大概都是90公克 那珍珠的热量有390大卡 为什么热量这么高呢 因为它除了本身有淀粉之外 它也会有所谓的糖蜜 蜜在里头吸收了那个糖分 那再来呢 芬桂很多人都说 芬桂这热量很低 误会超大 这一碗的热量有330大卡 比一碗半热量还多 芋圆和地瓜圆应该不会误会吧 应该就淀粉类吧 但是地瓜不是好的淀粉吗 没错地瓜真的是好的淀粉啊 它至少有纤维 不过它是比刚才的热量来的少 所以它一汤匙大概只有250大卡 推荐大家可以选芋圆和地瓜圆 就像小编说的 它至少有怎么样 有真的芋头在里头 有真的地瓜在里头 那这四种配料其实都是淀粉类 那在煮的过程 因为它们都是淀粉很容易黏在一起 所以要加糖 就是让它比较不容易黏在一起 好那煮完以后 它已经吸收了糖了对不对 其实它大概每半小时到一小时 还要再另外加糖 才不会让它黏在一起 在最后吃到你嘴巴里头 到底加了多少糖 其实我也算不太出来 但我知道非常非常多的糖 黄灯区配料 圆形淀粉类 那它们其实都是圆形食物 比如说你看到的大红豆 小红豆 绿豆艺人 是不是都是圆形又高纤维的食物 一大汤勺大概都是90公克 那它的热量几乎就是落在350大卡 那艺人稍微热量低一点点就是338大卡 那这一类其实跟刚才 红灯区加工类的淀粉 热量是差不多的 但为什么会放在黄灯区 最主要它们本身就是一个圆形食物 有非常多的纤维 还有B群都是在里头的 那因为这些里头本身 也要怎么样加糖水去煮 它给你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的糖水 你知道那个糖水 随便两汤匙 热量也有80大卡 这等于就是糖上加糖 热量会更爆表 建议大家在选这个汤底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豆花或是姜汤 甜汤汤底热量比较低 搭配圆形食物会是一个更好的搭配 绿灯区配料 仙草爱玉白木耳 好期待终于来了 绿灯区是什么 就是仙草爱玉白木耳 你知道这是六大类的哪一类吗 水类 蔬菜类啦 这个爱玉真的是很天然 因为这种天然的爱玉 最后会化成是水 表示真家真的非常的赞 好那仙草爱玉白木耳 一大汤匙 大概只有20大卡 虽然一样有加糖 但是本身因为热量真的很低 是蔬菜类嘛 而且它是水溶性膳食纤维 好所以呢 像有些人胆固醇比较高 对不对 你又想要吃甜汤 那就是选择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我们胆固醇的代谢 仙草和爱玉 90%以上都是水分 这些水溶性膳食纤维吃下去 还会让你有饱足感 不只是热量低 重点就是吃了以后还有饱足感 汤底加配料到底要怎么搭 就是豆花和姜汤 就是推荐给大家的最好的汤底 那在红灯区的配料或黄灯区的配料 就是选一到两样 那绿灯区的配料就可以选两样 什么样是最低热量的配法呢 就是仙草爱玉还有白木耳 什么样是高纤维的配法呢 就是一人红豆绿豆大红豆 今天听完婉萍营养师分享 就是甜汤怎么选 有没有觉得原来还可以是这么的幸福啊 就是天冷还是有甜汤可以喝 你想要喝哪一种甜汤呢 欢迎大家来跟婉萍营养师分享 你都怎么喝甜汤怎么选 记得帮婉萍营养师按赞 追踪还有分享哦 拜拜我们下次见啰 看这真的是水啊 我想说哪一类 老板不知道该怎么回应